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巨婴片 我们今天很多人啊 他活到了30岁40岁50岁 但是在周老师看来他只有8岁 叫巨婴 孔夫子曾经说过一句话 五十五岁治于血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治天命 很多人会认为 活到五十了就治天命了 其实不是 孔子是想告诉你 他是修到五十岁了 修行修到五十岁了 治天命 而我们很多人长到五十岁 可能还没有孔子 十五岁的时候 那个境界更高 所以真的 我发现这个社会上啊 到处都是巨婴 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 让我特别感触 这个梵登读书会的 梵登老师说 他说我公司为什么能够 几天的时间 就能做几个亿的营业额 很多人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句话 我公司有一条铁柜 不招巨婴 就只招成年人工作 我们今天很多很多人 真的长到三十岁 四十岁五十岁 那还是个小孩 前两天 我在回答网友问题的时候 然后呢 就碰到了两粒 非常奇葩的案件 有一个同学就跟我说了 老师啊 我父母不支持我学习啊 我也想跟你学习啊 但是我父母不支持啊 我说你今年多大了 他说我今年四十二了 苍天啊 大地啊 四十二岁了 他连祖都没有拿回来 还在他父母那 你说这怎么能成功 怎么能做一番世界呢 周老师十七岁的时候 就已经独立了 十七岁的时候 我做任何的决定 都不需要问过我的父母 都是靠我自己来做的 就把祖拿了回来嘛 为什么刘邦 刘秀 朱元璋能够崛起 建立一方霸业 要不少小离家 要不父母双亡 反正就是没有人管 他把祖拿到手上了嘛 首先是自祖 你的祖在谁那里 对不对 很多人六神无祖啊 在小时候听父母话 到学校听老实话 娶个老婆听老婆话 生个孩子听孩子话 他一辈子祖都在别人那 他怎么能成功呢 要把祖拿回来 还有一个玩偶也是一样 老师 我也想跟你学习啊 我老婆不支持我呀 我说你今年多大了 我说我今年三十八了 我说在家里面 你学习的钱 是你找你老婆要的吗 不是啊 都是我自己赚的 我老婆家庭妇女 啥都不干 为啥你的事业上不去 你听那些不如你的人的话 你怎么能越多越好 你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差呀 巨婴 主在他老婆那儿 对不对 还有更奇葩的 老师 我这个我也想学习啊 我的孩子不支持我呀 我说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五十多了 你孩子呢 我孩子都十七八了 在座各位 就真的你会发现 真的是这个世界 现在到处都是巨婴 你知道吗 我说你五十多了 咋还听你孩子话呢 你五十多了 主怎么到你孩子那儿去了呢 就这些案例 你们可能都觉得很奇葩 但是周老师 做教育评训这些年 碰到的太多太多了 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很多人不会成功 就是因为他们选择 把主交给了别人 还有更奇葩的呢 老师 我就不跟你学习了 我说咋回事啊 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 全部反对我学习 我说你身边的朋友 混得怎么样 那都不能为我好啊 我说那你咋听他们的话呢 你怎么能听那些 不如你的话呢 要永远听那些 比你有结果的话 要把主拿到自己手上嘛 很多人把主整丢了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自信 老师我学不会怎么办 你为啥要相信自己学不会呢 为啥别人能学会你学不会 不能有点自信吗 对不对 自立 要靠自己立起来 对吧 这个自强跌倒了 要自己爬起来 自立 对吧 要敢于去 这个每天安排学习计划 我就发现 今天很多人真的就是巨婴 那为什么我们会成为巨婴呢 就是跟家庭教育有关 为什么我们少儿财商 是讲家庭教育的 就是因为你们会发现 很多很多的父母 从小不懂得怎么教育孩子 从来不打不骂 然后永远都是 一味的溺爱宠爱 到最后把这个孩子养成了巨婴 我们今天打开百度新闻 能看到无数这样的新闻 对吧 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 就因为看到别人的苹果手机 是比他更心灵一代 拉他爸爸又去买苹果手机 他爸爸一问 我的个长天 一部手机要八千多块钱 他父母是个清洁工人 一个月才赚几千块钱 但是没办法 不给他买的就在地上打滚 已经十八岁了 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在街上找他的母亲要钱 他母亲已经六十多了 是个环卫工人 正在扫地呢 结果不给钱 就是他老妈的头发 找他老妈脸上删 这全都是巨婴啊 你觉得这个已经够过分了吗 云南特大杀人案 从小从来没有被打骂过 从小都惯着 要啥钱给啥钱 结果痴迷于网络游戏 天天找父母要钱 到最后父母给了他钱 给了几万块 所有的钱全给了他 结果到最后还是不够 又找父母要 父母说我真没钱了 父母正在地里农作呢 结果这小孩 看到父母在地里农作 就拿了那个厨地的那个厨头 就把自己的父母全干死了 干死以后到 把家里所有的钱 全部拿走 就开始跑 结果看到林毕家 一些狗照着他叫 把狗也干死了 那邻居家一看出来了 这啥情况啊 把邻居的这个全杀了 一家五口 连六岁的孩子都没放过 结果走在大街上 碰到自己表哥了 表哥干死 表嫂干死 表哥表嫂的孩子干死 表哥表嫂的这个父母全干死 一个人杀了36个人 整个全村 见到的人全杀 这就是个巨婴啊 你知道为了多少钱吗 就为了要一千多块钱 所以你在为社会培养炸弹 你晓得吧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们真的不要小看 你们的孩子一不小心 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对吧 轻生的案例太多了 小孩跳楼的案例太多了 就是你在为社会培养巨婴 你晓得吗 我们必须要把主 拿到自己手上 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孩子的主 还给孩子 为什么要让孩子听我们话呢 他是个独立的人呢 对不对 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另一半 听我们的话呢 他是个独立的个体啊 我们每一个人从精神上 都应该是独立的 对不对 你是女性 你首先要经济独立 对吧 你要思想独立 你要精神独立 对吧 你是个男的也是如此啊 所以真的 这个社会满是巨婴 财商教育就是唤醒大家 就是教大家如何培养 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 把巨婴变成成年人 希望今天周老师的分享 能够唤醒你 不要再当巨婴了 也不要为这个社会生产巨婴了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 是周文强老师